普里镇水头里林岩山寺停车场 种植大约五六十株的杨红枫林木 目前正是花朵盛开的时节 也吸引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前来拍照 打卡 而为了方便民众能够更安全地欣赏到花开的盛景 庙方也特地开放停车场空间 希望让民众能够安全地慢慢欣赏到花而盛开的美景 许多的游客到这里赏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水头里林岩山寺的停车场 看到我们的冯莲花就是杨红枫林木的盛开 每一年我们都看到林岩山寺的停车场都非常漂亮 尤其最近我们都有很多UK 要来乌街 要来露营的所有游客 来到这里看到这么漂亮的冯莲花都会停下来 县议员王彩云表示杨红枫林木每年都会在过年前后盛开 林岩山寺停车场这片枫林木每年也都恰到好处的 开得非常漂亮 除了感谢林岩山寺的住持能够开放停车场空间 让民众赏花之外 也希望庙方每年都能够开放这个空间让民众赏花 每到这个过年的期间冯莲花开得非常非常漂亮 希望我们在过年期间 让这个冯莲花盛开的时候 我们林岩山寺提供这个停车场让我们游客来尽情的观赏 副驿站潘一全感谢林岩山寺的用心 也呼吁来赏花的民众能够遵守庙方的规定 不在寺庙内使用荤石以及大声喧哗 安静地欣赏杨红枫林木之美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